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现场听海音说故事 正所谓公寓善其事必先立其器 对于彩妆造型师来说刷具非常的重要 好的刷具呢可以轻松的让妆容更加的服贴自然 不过在台北有这么一家百年毛笔店 大概想说现代人真的很少用毛笔 倒是这年轻女孩几乎每天就拿着化妆刷具在脸上涂啊涂的 于是两年前开始投入了彩妆市场 第四代接班人把百年传承的制毛笔技术 应用在彩妆刷具的制作上 但刚开始行销的时候一下子就被店家给赶出来了 还得面对爷爷跟父亲对他创意的质疑 这当中又有什么戏剧性的转折呢 我们一块来听听他们的故事 我觉得他的造型好可爱哦 而且很特别是一个爱心的形状 很少有那个彩妆的刷子是做这样子有特色的 真的很可爱 而且就是反正就是整个就是心情就很好 对啊 而且这个小花真的是颜色非常漂亮 I never in my life seen a heart shape brush like this but I think it's so cute I want one myself actually I think it's absolutely adorable maybe your day oh absolutely I mean if I woke up to use this in the morning I'd probably be very happy with myself 粉嫩的心在脸颊上轻轻舞动 女生们笑开了嘴 真是心花躲躲开 宇宙超级可爱的彩妆刷设计 在百家经验的化妆品展中出尽风头 是谁如此懂得讨女人欢心 就是她六年级后段班的林昌龙 斯文腼腆的书香主地 还是知名毛笔店的第四代接班人 您没听错是毛笔店接班人 家族传承百年只卖毛笔 林昌龙胆子够大想法够充 竟然玩起彩妆笔 把老爸给吓坏了 所以你有没有吓一跳 吓一跳 多少有一点 这个图人间转成一些 把他转出来 心里转成是 惊喜两个字的 好不好就这样说 也惊也喜 就是说我们终于有一个 另外一个趋向来拍照 过了爸爸这一关 上头还有爷爷 光看形状有点像屁股的粉刷 根本没有人敢跟阿公开口 有报纸不报纸 有说哎呀 有发展这个刷子了 就这样啊 快一点点 如果有业绩好一点呢 就报纸 阿公可能就是一个 比较传统的一个文人的戏 他只看到他就说 但是他就说我们家用到昌龙 可以做这个啊 然后就 默默地走进去 林昌龙解释他不是叛逆 只是想为老店注入新活力 至于为什么一个大男人 会想到做女人的彩妆用品呢 林昌龙说有一次和老婆逛街 看到橱窗里的彩妆刷组 他灵机一动 想到家里的制笔技术 应该可以派上用场 但是这个天外飞来的创意 却被店家赶了出来 一会中 一拜访了一个沙龙店 然后很不幸的 第一次可能五分钟就被 就被解决出来 就马上打了败仗 毕竟林 想说跟你才认识一下 所以我们做刷子 跟你介绍一下 你不是卖毛笔的吗 对啊 可是因为我们是做毛笔 做毛笔起家 所以我们对毛的认知比较多 想说跟你介绍一下 可以给我点机会吗 有用吗 真的好 好 谢谢 不好意思 第一次就被狠狠拒绝 林昌龙幼小的心灵很受伤 却没打算放弃 他认为毛料的选择 和笔刷的工法 家里明明有好几代的专家 东西拿出去一定不会输人 他回家后反复研究 如何让别人接受毛笔店 也可以做出专业的彩妆刷 第一步就先说服爸爸 担任研发顾问 这个羊毛是好的 值得有风的好羊毛 然后这个插下去又一点柔 而且它沾粉很均匀有弹性 太蓬松有些怕就会太卡粉 或者它的用量就会变得比较多 刀那就是浪费这个 所以这个是比较稀一点 它的毛的形状是跟羊毛 自然羊毛是形状一样 林爸爸很投入毛笔店内 经常可以看见两个男人 拿着彩妆刷在脸上刷来刷去 奇怪的是一辈子没碰过化妆品的老爸 对女人的妆需要用哪种毛料的刷具 才会最贴才不会卡粉 竟然都清清楚楚 这个化妆彩通刷是要揉有弹性 那做毛笔是要有力道有弹性 这两种道理是一样的 材料上有不够清楚的地方 我还问了父亲说 就它的材料经验上 怎么样适用会更完美的结合在一起 你有真的把粉在这里刷吗 会 我会去试试看 真的 我会去试试看 这个是洗衣服在做 没有 蛮有 对 我会真的试试看 是有的 我不是 洗衣服在做 洗衣服在做 才记着帮儿子缓夹 媳妇就当场吐槽 不过话说回来 要深入了解女人产品 形象确实很难兼顾 林昌蓉一天到晚 都要被老婆化美美 这是我们最后调配出来的美衣 我现在在直接这样子 这个触感是可以的 可以 那如果我用腻的方向进去 你看这个毛红是不是OK 这样子有刺痛的感觉 不会很扎实 你很漂亮 除了自己当model做实验 专家意见肯定也不能少 情谊的对象 林昌蓉至少找了上百位彩妆老师 请老师们试用刷组 听了批评指教 就立刻买手研究改进 这个时间也花了很多工夫 去接触很多的彩妆老师 还有很多的心密 或者是这些相关人员 去学习他们的各种刷具的使用经验 以及这个刷具的优缺点 如何应用在我的材质上面 当时有点吓到 因为觉得毛笔跟彩妆笔 好像没有办法画上等 但是经过创文 他给我介绍之后 还发现说 对 笔具毕竟还是要毛笔的人 本身专家来告诉我们 那这样让我们彩妆师 在用笔上会更加的好用 彩妆刷的制造工法 跟毛笔几乎一模一样 48道传统工序都要到位 而毛料要手工筛选 毛的直径密度 都要一根一根测试 这是很精准的0.8 接着拿出牛骨 一遍又一遍的齐毛 直到每根毛的长度一样为止 还不能用剪刀 如此一来毛刷触感才会比较好 另外梳毛作业更是费工 要花一天一夜 才能把毛给梳好 林昌龙说 这种代代相传的细腻工法 是其他塑成的毛刷 无法相比的 经过一年多的前置作业 这位法律系毕业的男生 脱胎换骨 摇身一变成为内行专家 看看他介绍产品的架式 就知道他准备好了 在干湿都可以使用 不管是湿的 在粉底液上面 能够呈现出今年最流行的 最轻薄的妆效 或者是说在干的上面 在腮红上面 它都有一定的自然的效果 像这支的烟熏的晕染妆 它的扎实度非常的够 所以它能够在最集中的面积 能够把您的烟熏的效果 最深的眼影的颜色呈现出来 再把它往上推出来之后 您能够最呈现最漂亮的 Party或者是烟熏的效果 店里第一波主打的是新型粉刷 前手未见的超Q造型 一推出就惊艳彩妆界 接下来各种size 不同用途的专业刷具 也获得国内知名彩妆师的青睐 就连这支要价5700元的蜜粉刷 也有人抢着买 它是用我们的兔毛跟飞除毛 所以它能够呈现出最柔软 最舒服的弹性 的触感 可是它的弹性上面呢 是丝毫不打折扣的 短短两年的时间 毛笔店的彩妆刷品牌 已经闯出名号 情人节的时候 货品更是功不应求 林昌龙说 记忆中毛笔店的颜色都是黑白 如今多了彩妆 人生也变成彩色 现在百年老店的柜台 一边摆毛笔 一边摆彩妆笔 上面的客人各许所需 年轻老板也拿出专业 两边招呼 有了成功改造的案例 林昌龙也把毛笔盒 加入时尚元素包装 而过去严肃的指振 也变成可爱到 让人心都融化的小动物 林爸爸看着儿子工作 如此起敬 偷偷地告诉我们 当初儿子可是被他千辛万苦 拗回来的 林昌龙华丽 他也有他的方向 当然做老爸也建议 就是说你回来 我坦白讲也做了几十年 但希望你能帮给你 就是说他能够配合得来 我这个历史的 我就能够叫拆了 说是对列祖列宗有交代了 林昌龙缴出的成绩单 肯定不会让老爸丢脸 除了让毛笔盒的香火延续下去 现在又在彩妆界占有一席之地 而且第五代 从小就开始训练栽培了 一手拿毛笔 一手拿彩妆刷 传统工艺增加时尚美学 时尚美学也融入文化底蕴 这样的结合一开始很天马行空 看似突兀 但是双品牌发展至今 已经成为百年老店 引以为傲的独家特色 你真漂亮 你真漂亮